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2014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期 上午10点多 在前江市后口派出所门口 一个男人在不停地徘徊 看样子似乎遇到了麻烦事 这个人现在就是衣服是湿烂的 衣服是破烂的 我问他这衣服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是他的妻子在跳车的时候 将他衣服湿烂的 这似乎是一起因夫妻口诀引发的纠纷 这般民警迅速将男子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记录在册 讲起了解情况 来人自称叫李波 来到派出所是希望民警 能帮忙寻找妻子潘丽 李波说 接着这几天精神病发作 他特地从外地赶回 准备将潘丽送到医院治疗 但在驾车前往医院的途中 潘丽突然失控 竟然不顾危险 强行跳车 他一开门要跳跳过去 他说话没呢 他说话没呢 没说话 他把门没说话 一开门就要跳过 这时候发门 这时候就抓 我进展了刹车 开始 我又是抓着他的姓 发的姓 然后他就等你 然后他就睡在那里 就滚到 进了一个 我下来抱他 抱着车上去 我抱他 他不要我抱 他不上车 他不上车 他就往这头走 然后我就去把车子跳投 如果车跳过来 你又没找到他人了 我们就通知在 揭秘巡逻的民警 让他们在巡逻中 留意一下这个 特征就是 在40岁左右 女性的头发比较 盆乱和了衣服 全部是湿的 但是下雨 好像掉到水沟去了 驾车逃走的潘力 很快就无影无踪 李波非常着急 因为犯病的妻子 不仅会无言乱语 还有可能会发疯打人 据了解 李波今年41岁 安徽省全郊县人 他的妻子潘力 44岁 前江本地人 两个人都曾经在 浙江宁波的北轮区打工 李波说 患病后的妻子潘力 有暴力倾向 他不仅担心 潘力会伤害自己 更担心 他会伤害别人 所以 李波希望派出所的民警 能够尽快地去寻找 一旦有消息 要马上通知他 安抚好了李波之后 民警随即就展开了调查 但是 谁都没有想到 接连发生了很多 戏剧性的场景 李波寻妻 却牵扯出了一桩 史料未及的大案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人群中 大海捞针 始终不见女子身影 派出所内意外出现 却请求警察 关押自己 是谜 是菊 真真假假中 探索细微情节 是怕 是怨 痴恨禅年间 抖出惊艰大案 一线正在呼出 精神病人的心病 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期 春节期间 皆是人头攒动 那个叫潘丽的女人 此刻究竟藏在哪儿呢 几乎与此同时 一个头发蓬乱 衣衫不整的女人 来到浩可镇派出所 她身上在发抖 本来当天有点冷 同时身上已经湿了 当天下雨 时不时我看外面 就很紧张的那种情况 有种慌张的感觉 你们能不能将我关起来 我说怎么关你 你又没有犯罪 老板 我自己 我说挑不下那个 你去吧 我说求一生命 你挑下那个 她一时不时跟你说一下 时时她又不说了 她就看在天上 望一下外面 不这么理睬的 是不是就低着头 神色恍惚 就是按照 精神发明 有点不正常 很紧张 这个女人反常的表现 让值班民警 一下子想到 难道她就是李波 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潘丽 果然 她爽快地承认了 自己的身份 只是潘丽告诉民警 她根本没有精神病 这一切都是丈夫李波 编造出来 企图陷害她的 我丈夫说我有精神病 我要送我到医院去 我不肯去 我根本就没有病 她害怕了老婆 她害怕 你说老公带走 她就害怕 她就全身有种发抖 按理说 她在家就拼命反抗 不让丈夫送她去精神病院 可一个弱女子 怎么能怒得过对方 眼看离家 已经越来越远 惊喜之下 潘丽只得拼死逃走 是她自己说 是从车上面跳下来的 一来她就说 她老公李某 要把她弄死 按理说 丈夫李波 带她去看病是假 找时机害死自己才是真 因此走投无路的她 想到了求助警察 你们派子把我关住 关到 关好以后 她就不可能带我去了 她主要是想 寻求这个公安机关的保护 她认为 现在她老公 可能要将她灭口 此时 连警察也无法判断 潘丽究竟是真有精神病 还是为了逃避治疗 采取了现在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 潘丽目前的表现 不太像一个正常人 那么 她和丈夫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民警决定 立刻通知李波 前来询问 我来了 我要带着指导不准吗 你说我把你送到医院区看病 那你的时候我不去 你要害我 我不和你去 看到丈夫出现 逐渐平静下来的潘丽 又开始有些狂躁 特别是听到丈夫李波 仍然执意 领她去医院时 潘丽的情绪 一下地失控了 那里面不是你去的地方 你记得两个人一起 知道了 这是你说的话 我最相信的情绪就有 你说要老公把他带着 他更紧张 他反正说不走 不愿意离开这里 宁愿待在我们 锁里面都不情愿离开这里 没有人知道 此时的潘丽内心 有多少委屈 也无法了解 他被怎样的恐怖感缠绕着 看着夫妻二人相持不下 明镜领约意识到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不管怎样 必须首先弄清潘丽的真实情况 否则无法调解纠纷 他不是说这个女的有神经病吗 我说你去问一下他家属 看看家属有没有这个神经病死 他本人有没有神经病死 一边在值班室沟通 一边在通过电话走访的形式 通过与这个女的当地的干部 还有一些亲朋好友 在去了联系 来调查她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最近精神状况怎么样 我们派人去找她姐姐 还有她那个社会关系 关系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未来确认 我们确认她是否患变 警方经过多方寻找 找到了潘丽唯一的姐姐 据了解 潘丽三岁的时候 父母相继离世 潘丽是姐姐一手带大 那么对于妹妹的精神状况 姐姐会如何解释呢 面对询问 潘丽的姐姐说 最近这段时间 妹妹的表现 确实和过去大不相同 那么潘丽的巨大心理压力 从何而来 是什么让她变得如此异常 姐姐说 这一切都源于潘丽的丈夫李波 从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开始 李波就移情别恋 背叛了妻子和家庭 显然 李波并不否认自己和潘丽的感情 出现问题 而这样的态度 让潘丽的姐姐非常气愤 她说 对于妹妹这样一个 曾经离过婚的女人来说 第二次伤害会更深更重 2006年 离异多年的潘丽 在浙江宁波打工时 劫持了同样离异独居的李波 这个男人的嘘寒问暖 让潘丽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贴 因为我当时也说 她以为你有钱 她的女人 她原来的女人 都跟我们的妹妹说话 她不是爱你的人 以为你们在外面打工 那中有很多钱 就是下你的钱 我当时也提倾我大 但是她不勤了 对于这段感情 潘丽的姐姐并不看好 但她的规劝对妹妹丝毫不起作用 无奈之下 姐姐甚至找到了一波 希望对方能放开自己的妹妹 她比她大十岁年 她说大十岁 她说大十岁 不过好多人都打的 她说因为我喜欢她 我一定要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一番心 一看你头的 还跟我两个 我负责不让你失望 就说话说得蛮口 对我说对吧 说我不行 我是要实际行动 李波在婚后的实际行动 很快就印证了 潘丽姐姐此前的不良预感 那个插足别人家庭的女人 一次次搅乱了潘丽的生活 日子变得再无安宁 于是与很多不幸的家庭一样 潘丽和李波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离婚 只是漫长而痛苦的拉锯 让这个过程越发成为 潘丽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小孩的这个生活费的问题 春节期间 他们就不当地争吵 但是离婚你可以 你管他生会起来 那福音 他们的女儿 男的不愿意 男的说离婚可以 一分钱都没有 此时已接近2014年春节 因为伤心而从打工工地 返回前江老家的盼利 正陷于极度的困顿 他没有工作 一旦离婚 将失去所有经济来源 而李波对此的回答 却又充满了无情意味 离婚的事 因为双方谈不拢孩子的抚养费 一直没有进展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 潘丽变的少言寡语 常常独自发呆 我就眼睛就流泪 在那就是什么 在这眼睛就指哪个 就指哪个 在眼睛前面整起 就看哪个就提哪个看的 你在前面就慌了个 他眼睛指指就不说懂 我说这把有病的感觉的 他把心里所有的话说出来 说不定学会好一点 潘丽精神苦闷 源自丈夫的移情别恋 和对未来日子的担忧 但是坦率地讲 像潘丽这样的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会有所耳闻 但由此就患上了精神疾病 这样的说法 听起来确实让人难以信心 事实上 民警在进行外围调查时 发现凡是熟悉潘丽的人 很少有人会相信潘丽的丈夫 对他患病的描述 那么 李伯坚称自己妻子潘丽 是一个有现实危险性的病人 并且不惜使用暴力 三番两次地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拼命地抗拒 一个言辞中闪烁着怪异 夫妻拉锯战中 退门而入的医生带来了转机 你把我抗拒 我杀人了 这声喊叫让所有人震惊 一线正在呼出精神病人的心病 为了尽快查清 这对夫妻矛盾的真相 警方在潘丽所居住的地方 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肯定地说 潘丽没有精神病痴 平时也从未出现狂暴行为 那么 作为丈夫 李伯的言辞就显得极为怪异 是因为所调查的反应 中国情况来看 这个与他没有精神病 然后丈夫一口咬定他有精神病的话 这中间我们就产生个隐望 到底谁在说假话 现在说是一个很细微 看似如案件 不可能隐藏重大问题的 这么一个细节 被我们的民警捕捉到了 无论和妻子有怎样的矛盾 身为丈夫的李伯 也不该是现在的这种表现 为了探查其中的秘密 民警决定 请来医院的专业大夫 诊断拍拟的精神状况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当120的医护人员走进派出所时 潘里开口了 他双手还举着 你把我靠起来 我杀人了 很异样的那种 觉得有点想不到的感觉 潘里的样子 不仅让民警大为震惊 连她的姐姐也一头雾水 潘里这是怎么了 难道她真有什么 一直压在心头的秘密 猛然间一个细节 涌上姐姐的脑海 她记得前些日子 潘里忽然跪在她面前 声泪俱下 反正你要演讲我 我跟你下跪 你哪里都要演讲我 就说那样的话 跟我说 姐姐我对不起你 就老说的些是会话 我没听你的话 你那个时候 你对我太严格了 我不能跟你说 你说的你就狠了 就不喜欢骂我 就喜欢骂我 我就不能跟你沟通 但是你说的话是正确的 我没听你的 我错了 你给我机会 潘里做过什么 不可原谅的措施 为什么需要亲人给机会 这显然不是她选择了 错误婚姻所能解释 莫非就像她对警察所说 她和一桩命案有牵连 对此丈夫李波 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李波对民警解释说 潘里自称杀过人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这也正是她病情加重的表现 事实上 这一次 双方之所以闹的派出所 就是因为潘里在家 对姐姐胡言乱语 可是姐姐的劝慰 丝毫不能让潘里平复下来 她的情绪变得越发狂躁起来 李波说 潘里的姐姐觉得 是离婚这件事 让妹妹精神受到了严重刺激 因此出现了异想状态 因此 她希望李波赶快回家处理 也正是接到了这个电话 李波才连夜从外地赶回浅江 然而 李波的说辞 并没有打消民警的怀疑 不知为什么 他们总是觉得 在这处貌似闹剧的家庭矛盾背后 隐藏着某个令人惊骇的真相 我同时公安工作 有20多年了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职业敏感性 我当时就给指导员说 我说这个事情 你不管它是真还是假 你先给我把人控制住 潘里自称杀人了 也许这只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意语 但办案的民警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在之前的调查中 潘里的姐姐曾经向警方提供过这样一个信息 他说这是一个笼子 不是我志愿的 说你拿你的笼子 他说你做笼子 现在做我的笼子 他以后还做你们的笼子 做笼子 这是当地的一个方言 意思就是设计圈套 潘里和的姐姐说这番话 难道是想表明 他被人设计了吗 他的话是否可信呢 这其中是否另有文章 为了爱情 唯一的知情者说的就是违心话 为了爱情 绝望之中 他发出最后一击 违背良心的痴情付出 换来的是无情背叛 一切正在播出 精神病人的心病 潘里姐姐眼中的胡言乱语 在警方那里 却得到了异常慎重的对待 在询问时 民警尽可能细意地 从潘里的话语中 找寻案件的线索 力图拼出那些断断续续的情节 我跟他在接触过程中 觉得他这个隐形举止 在各方面 还是 是一个正常人 所以说他的话的 这个可信度 就进一步提高了 我们就问那个女孩子 是谁被杀的 她说是一个叫 刘芳的女孩 是我们好口的 但是我们就围绕这个 一般民间 就马上去好口冲 去查查这个刘芳 但是我们查查的时候 没有查查这个人 显然 潘里没有告诉警方实情 她的隐瞒 似乎在替谁遮掩 没有人知道 此时 潘里的心里 有多么矛盾 她说的时候 有点犹豫 还是有点不想说 有点顾虑 男的 孩子那种侥幸心 从来不知道 也有这回事 梅玉花 她就看梅玉听到的一样的 还是坐在那里 其实通过村里的干部 给我们反映一个情况 在后口中 有一个处谋 有一个女性 在前五林出去打工以后 也是去浙江领波打工 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我们结合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再次询问了个判局 我们说你到底 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 你说她杀了人 到底杀了是谁 她就说好 像是姓楚 楚玲玲是在浙江领波 打工期间突然失踪的 据知情人回忆 2009年10月9日傍晚 18时左右 正在和朋友打牌 消遣的楚玲玲 接到一通电话后 匆匆退出牌局 从此再也没有阴气 此后的五年时间里 楚玲玲的丈夫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直在苦苦打听她的消息 我五年了 在演员现在最有问题了 一个人你睡在床上 一个人在那里 你死后 在睡眠的 但是我当的别人 当的孩子我怕他们也不好想 我们联系了 这个她所说被杀的女人家属 通过家属联系 真是家属之前在宁波 急决失踪 还有相关文书 法院都有判决书之类的 上面有他们当时 到宁波宁波室公安局报案的回事 楚玲玲失踪那年 她的丈夫就已经报案 她清楚地知道 妻子很可能已经遇害 而凶手犯罪的动机 应该是妻子手里的银行卡 那里面存有十几万元钱 因为没有尸体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慎重 也是经过了多方的核实 这个从报案的动机 他的这个行为举止 我们也是反复斟酌 然后我们才与宁波警方的联系 宁波警方事实上 对这个案件 也一直在侦查 一直没有放松过侦查 我们和他们联系之后 宁波警方很快就把相关的资料 和证据给我们传证过来 宁波警方在追查两张银行卡 中纪的时候 也曾经发现一名身穿红色衣服 头戴鸭舌帽的可疑男子 这是当年保存下来的监控视频 这个男子神情紧张 自受张望后 从衣服口袋里取出银行卡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男子借连输入几次密码 都没有成功进入银行卡账户 换了另一张银行卡 依然无法进入账户取款 男子似乎有些不甘心 换到另一台自动取款机 连续几次操作仍然是同样的结果 似乎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出现 男子又接连几次输入密码 两张银行卡账户被系统冻结 然而这个男子并没有死心 两天后再次尝试取款 同样没有收获 可疑男子似乎有些害怕 放弃了取款 引人关注的是 男子手里的银行卡 就是和楚玲玲一起失踪的银行卡 而这段取钱的监控视频 拍摄于2009年10月14日傍晚 18时07分 是楚玲玲失踪几天后 虽然监控视频中 留下了可疑男子清晰的影像 但宁波警方在询问了 每个和楚玲玲相识的人 竟然没有人认识这个男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案件依然没有进展 现在潘利向警方供出的案件 竟是这个未结之案 民警都很兴奋 在那个死者失踪之后 在那个银行取款的一个截面图 给我们传过来 传过来我们比对 这个和那个犯罪嫌疑人是一模一样 最一开始他说是他杀 最后我们在那个巡洋室 给他问做记录的时候 他说是他丈夫我杀的 我们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老婆 也就是报案人辨认了 他指证 这张视频里面 拿受换个银行卡取款的 正是自己的老公 李某 在证据面前 一直说妻子有精神病的李波 最终承认 他就是抢劫杀害楚玲玲的那个人 那么潘里为什么一直说 是自己杀人呢 一段尘封的记忆 随着一段监控视频的播放而打开 对于潘里来说 五年前那个夜晚 是一场难以磨灭的噩梦 而楚玲玲的名字 就像是噩梦里的魔咒 正好有一天她老公回来 情况比较反残 她就怀疑 但是这个案件跟她老公有关 她就一直为这个事情 在反复地询问她老公 可是用什么方法 就把她由我处给了她 由我处给她 把这个事情做了之后 就处给我们妹妹停了 她就知道了 楚玲玲是潘里的闺蜜好友 潘里清楚地记得 楚玲玲卡里十几万的存款 是她亲眼看到的 她问她 你小子姐妹当中 哪个最有钱 她就说给她听的 嗯 她有钱 就是她最有钱 平常不是传递带的呀 大牌呀 模式都蛮大的手面 钱都在生 大弄的钱多些 她跟我老婆只好吗 好 是我老婆是以前 只有她 她男人 她怎么不了解 这个事情 一直了解我老婆 只有她跟她男人 有气的 我只有这个女人 知道有一天 林某说 无意中说了一句 我杀了人 然后那个女的 就听在心里面 她老人杀了 对我原来 她老最好的 女人杀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 林柏警方也曾经找到潘丽 让她像今天一样 辨认监控里的可疑男子 可那时的潘丽 却是进退 一边是好友的冤魂带雪 一边是新婚丈夫的 秘语甜言 潘丽知道 自己的回答是案件 侦破的关键 为了心爱的男人 潘丽决定 为着良心 隐藏这个秘密 也就是因为潘丽的谎言 让案件五年 没有任何进展 这个女的和被害人 是关系很好 认识了一二十年了 他们都在 林柏那边做事 这个可能就说 因为都是外乡人嘛 到了林柏 每到初一 他们都在一起聚会 所以说那几天 刚好初一 可能她精神上面受到 就是说有一定 受到一定的影响 可能想起这个事情了 在家里面 也就是有点 这个精神有点不正常 所以说杀人 什么之类的话 虽然保住了丈夫 但潘丽的内心 却备受谴责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自己昧着良心 付出的真情 丈夫李柏 根本不屑一顾 反而寻花问柳 甚至要和自己离婚 为了挽回丈夫的心 潘丽用五年前的事 威胁李柏 李柏在感到害怕的同时 一边安抚潘丽 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个麻烦 她坐着心虚马 她一直在外面宣传 说这个女的有神经病 这样这个 她说了这个话的目的 就是让人都相信 这个女的有神经病 她说的话 全部是神经病人说的话 然后她老公就怕她 这个事情抖得出来 就跟她的自己的亲姐姐说 这个万人得了精神病 就想采取一些措施 把她弄到医院去治疗 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 把她的口给她堵住 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 以前她老公 把她弄到医院去治疗过 而且给她吃过 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药 就在潘丽身边的人 都开始相信 她精神状态不好 会胡言乱语的时候 是由李波自己知道 妻子潘丽是唯一一个 知道她底细的人 也是她最大的威胁 于是李波产生了 一个罪恶的想法 前行把她带到医院去喂药 女的认为 如果跟她走 她必死无疑 就是要杀人灭口的 能活过来 我就为何命的 不活过来就赚到了 她就说我不想 使得大的手底 潘丽知道 心狠手辣的丈夫 会随时制造出 另一起失踪事件 让她也消失 2014年2月6日 李波以看病为由 再次强行带走潘丽 丈夫强行灌药 让潘丽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趁丈夫一个不注意 潘丽冒险跳了车 为了保命 潘丽决定寻求警察的帮助 反过说坐牢她也不能死 只会判嫌 但是如果跟她男人 男人一定会 将她弄死 以她说话 一定要将她弄死 无奈的李波 只得找到民警 慌成妻子有精神病 以便找到人后 可以顺理成章地 将其带走 继续实施罪恶计划 但机关算计 李波涉嫌杀人的过去 还是在细心的民警面前 暴露无遗 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 潘丽彻底地放松了 也逐渐地恢复到了 正常的状态 她的精神病也没有再发作 坦白让她的良心得到了解脱 2014年的2月8号 宁波警方在犯罪嫌人 李波的指人下 找到了被害人 楚灵灵的尸骨 李波和潘丽 因涉嫌抢劫杀人罪 被当地的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了 司法程序 2月13号 李波给潘丽的姐姐 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 李波表达了 对死者楚灵灵 及其家人的忏悔 并且提出 要卖掉自己的一套房子 给死者家属作为补偿 并且李波还请求潘丽的姐姐 把自己七岁的女儿 抚养成人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 李宗盛